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已经变成了房产大战 民进党的林静怡 副产科医师出身 她就笑笑的说 她对产房比较熟啦 讲到房产啦 房地产应该是对手比较在行 确实真的是这样 因为严宽恒夫妻申报 持有的房地产将近80笔 财产申报要列到午夜才写得完 雄厚的财力 真的是让大家看了瞠目结舌 另外一方面 现在在台中的海线地区 居然传出一票买五千 一票买五千块这样的传闻 还有听说开出林静怡 让严宽恒三千票这样的赌盘 传闻真的是会声会影 检调应该要赶快来彻查 不要让这个赌博影响选举 好另外呢 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年底 一二一四的四大公投 中选会在今天举办了第二场的收明会 将由民事全程转播 好赵绍康稍后要出马来返莱猪 而国民党呢也派出罗志强 要来对战内政部长徐国勇 好这一场强勇之战一定很有看头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 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郑宝卿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再来左手边邀请到的是 国民党新北新议员叶元芝 大家好 好再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恭喜好大家平安 好稍后还会有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立法委员刘兆豪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 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今天颜宽恒是亲自现身来登记参选 不过在现场被媒体疯狂的追问 七期豪宅房产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报道 第一次 前立委颜宽恒单枪披码没有大阵仗 和一个助理现身选文会办理登记 特别强调这是他的第一次 解锁新任务的颜宽恒看起来心情不错 不过话风一转媒体依旧关心 他到底还是不是住七期豪宅 听到敏感提问 助理发声试图挡下 但现场媒体持续追问 逼得他不得不正面回应 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房产大战开打 民进党林静怡亲上火线辟谣 我有一个公寓住在南区 那如果以土地来讲 它上面会有三笔的登记 第一个就是你会有所谓共同持分 共同持分代表什么 代表我住在那个社区里面 我拥有那个社区里面 十万分之四百四十八的土地 房产资讯林静怡一一清楚交代 找出监察院的财产申报资料 他名下土地及建物各有三笔 实际则为两笔房地产 分别位于台中市南区 数字角断的社区大楼 是他购入自助使用 而南投县草屯镇北投保断 则是二零一六年 买给爸妈住的透天 我后来稍微查了一下我的对手 样式联正公报上面 他的资料有五页 我的资料就一页 那我的对手的工作 或者我对手他的资历 他的房屋资料 大家其实并没有这么明确 这么仔细的去看 然后去问他 我觉得不是很公平 中俄补选房产话题延烧 人住哪 房子买在哪 土地几笔 通通被翻出来高度检视 好在讨论台中市的 这个房产大战之前 我们先来看 疫情记者会正在召开了 赶快一起来看最新的现场 先由指挥官报告 今天的工作事项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首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 那没有本土的病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3例 那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山珍的 新珍的3例境外的移入两男一女 那20多岁到30多岁 那从波兰 德国 印尼入境 入境时间到11月3号到11月17号 那今天早上 今天早 应该是今天早 今天下午 还没有来 那有第10批采购的Moderna的疫苗 115.038万剂 到今天下午 下午会抵台 那效期是2022年1月24号 那这批疫苗到货之后 总计是609万 那这个 这个这一批总共来了之后 我们采购的疫苗 采购的Moderna疫苗甚至全速的到货 已经全速的到货 那大家昨天有跟大家讲说 昨天今天早上 开始就是到今天下午就有开放这个混打 那混打的对象是9月25号前 已经接种第一剂 AZ疫苗 那大概要18岁以上的民众 那第二剂是可以混打 BNT或者莫德纳 都可以选择 那这个是我们的医院登记到今天下午4点 那到目前来讲大概20出头万 大概来预约的话是再来做医院登记的 大概是22万 那明天就开始来预约 那也是一样是6个钟头 11月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就可以来预约 那施打的时间是11月20号到11月21号 因为这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时间就拉得比较紧一点 那接下来在第45期 我们还会持续的开放 那昨天在立法院有 有那个立委 也对于就是说我们在医院探病 就是培病探病 那还有住宿机构 肠照机构的访试 免筛检的条件 他们在认为说要不断的去 做那个BNT PCR 没有我们这个规定 很清楚 以前已经讲过 不过我们今天再把它重申一次 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医院的部分 探病者的话他筛检的规定是三天内的 自肺抗疫苑快筛 含家用的快筛或者PCR的检测 这都可以 那培病也是在入院前三天或入病房前 进行PCR的检测或抗疫苑快筛 那每名住院 每名住院病患提供 一名培病者的公费筛检 那做出型的肠照规定 他的一个 仿式的 他也是三天前採检自肺 抗疫苑快筛 或者PCR检测的阴性证明 换句话说培看病或是到肠照机构 去都可以用这个PCR 那个快筛 来取代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鼻咽的鼻咽 或是咽喉的PCR 那另外呢 也有就是说完整接种疫苗 满14天 怎么讲完整接种 那大部分疫苗都需要达2剂 那满14天 那所以是打了嬌生 嬌生在国内没有打 但是从国外回来有人有打 那只要他住打了满14天 那也符合我们完整接种疫苗 那这也可以免筛检 他就可以直接去 那还有另外就确定的病例 符合裁检陰性解除隔离条件 就他已经是 裁检完都陰性已经隔离了 那据发病日三个月内 这时候他身体上还有一些相关的抗体 这个时间也不容易再染疫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 免 免这几个打疫苗跟这个 确定病例符合这种 阴性解除隔离的条件 据发病日三个月内 都可以免筛检 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报 好 今天昨天打的疫苗 昨天打了223905剂 现在的一个人口涵盖率是76.71 那第二剂 第二剂是打了44.60 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部长好 三例提问 想问一下就是说 今天说莫德纳我们目前采购的都已经全数到货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接下来到货的莫德纳 就是我们采购的次世代的疫苗 那当初有说原本年底会到货一批 那是不是还是按照这样子的时程 然后另外 问题是 年底就只这批了 今年这是最后一批了 好 那那个基层也有提到就是说 目前莫德纳的这个接种意愿没有很高 反倒是AZ比较热门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还有在到货 那个次世代的疫苗的话 那我们如何来因应这样子 就是大家比较没有想要打莫德纳的这个意愿 的问题 一样 我们这个在如果在 这个大概 大概次世代疫苗 那都是准备做第三剂来 使用 那整体还是要看未来的规划 那基本上还是可能朝向 就是尊重大家的意愿 莫德纳 对 莫德纳 昨天AZ我们第二剂打了 九万九千 那莫德纳 第一剂一万七千多 第二剂三万三千多 大概是五万一千出头 部长好 就是有关于混打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宣布说会在第十四轮去进行 加开 那我们原本可能之前比较多讨论都是第十五期 的时候可能提供 那我们这次这么就是 加紧脚步的在昨天开 今天开预约 明天 今天开登记 明天预约 后天打 这个 这么几处的时间 可能我们主要的考量 是什么 那 这个决定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谢谢 一个就是这一段时间 大家 因为大家也是对于混打 因因其盼 那尽量能够快 还是尽量快 那第二剂三千本来在排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可以提供的接种的位置 那因为我们这次的预约的数目 显然是相对的低 所以在有空档的时候 尽快 可以不要加重大家的负担 又可以及时的提供 那我们就决定快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本土再度加零 我们台湾已经连续13天 本土统统没有病例 而且稍后在下午 刚才阿中部长有讲 还会有一批1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也会到货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疫苗到货量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充足了 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就是政坛焦点了 今天我们有看到 一大早严宽腾他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助理 两个人这样子单枪匹马就来登记 没有任何的大咖来助阵 到了现场的大批媒体守候 因为这两天真的因为豪宅的风波 大家都想听严宽恒亲上火线来回应 我们想要先来请教一下这个与会节 因为严宽恒今天本来这个媒体发问的时候 助理还想帮他挡一下 但是后来因为太多人都想发问了 所以他就是先在早上就回应 因为目前严宽恒2点钟 他们有一个主事局的记者会 可能本来他想要等下午再一并回答 后来看到他今天早上是这样讲 他就呛瞎说 这个爆料根本就是一个大乌龙 是不实的指控 请他自己查清楚 当然这个他就是指涉的 就是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这个严宽恒还开酸说 这个对手好像一直换来换去 他不知道该怎么算了 到底是在跟他选跟周玉寇选 还是在跟林静怡选 来这是今天严宽恒的最新回复 来 玉慧姐这边怎么看 其实昨天在网路上面有两段话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趣 其实就是描写这个现象 因为昨天林静怡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 他说他比较专门的 他比较专业的其实是在产房 他对于房产的 他一点都不专业 一点也都不专门 那另外有一位ICU的阿金医生 他就马上就说 他说他是会计算 但是他不会算计 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来送给颜家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算呢 其实今天之所以我们会去检讨 或者是我们大家在政论节目上面 会去讨论到颜家的家产 或者是你颜家到底怎么致富的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都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来好好的检视 因为他们的这个致富 如果说照他目前从大概一九九几年 我们看起来颜宽恒还在开个槟榔摊 那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还开槟榔摊 然后马上到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有能力可以去买一个当时市价 就算是两千多万 对一个二十六岁的一个年轻人来讲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 更何况他到三十六岁才隔个十年 他的户头里面就有二点八亿的现金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记录 那个进入金氏世界记录 是如何一夜致富的 我们过去没有机会讨论 你也让我们皮铺 让我们稍微熬一下 今天这个原汁在旁边 我真的是 因为我有听过原汁有讲过 我真的也是觉得非常好奇 因为就讲到说 颜宽恒其实在十六岁的时候 他其实是家里面 他还有帮忙去做泥水工 还有去鼓太炉 那我真的觉得 如果说鼓太炉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都当过家教 我们也都去打过工 来贴补 不敢说贴补家用 至少是贴补自己的花用 但是的这么孝顺的一个孩子 如何能够一夜致富 过去没有检讨过 你也让我们机会 我们来检讨 所以我们也是会计算的 但是请颜家 不要这么会算计 好像觉得我们大家都是针对他 我们大家好像剑靶 都是针对他 大家都要跟他选举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在座大家都选举过 选举有的时候 比如说是议员的选举 或者是立委的选举 糊隆糊隆的是全国 大家都一起在选 所以各地方的这个选区 要讨论的这个候选人都太多 当时盛局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议题 可能会占据大家的这个 的目光的焦点 但这一次就只有补选 全国就只有中二这个选区 然后我们又看到说在之前的罢免的这个议题上面 对于陈柏惟资助弊教 在高雄有一个老公寓 两百五十万 后来据说是到五百万 陈柏惟昨天在民事的节目上面 还说他自己算算哪有到五百万 没有这么多 可是当时讨论的是两百五十万 怎么被翻成五百万 陈柏惟真是会赚钱 还有陈柏惟 因为选举补助款有三百多万的现金 也拿出来 钓 说陈柏惟 真有钱 可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严寬 好像多了不起 我们看这多感人的传记 十六岁做做投资 也就是泥水工 古泰鲁 十八岁 顧彬两大 二十六戒 就买房 买一斤两千万 买房 三十六戒 他的户头 就是口座里面 就有二点八亿 将近三亿 你也把我们休假一下 好不好 教教我们 这是为什么 我其实我觉得 我在上次的节目当中 我有举出说 为什么在声量当中 其实这两个人的声量 其实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 那的确林静瑜是比较高 可是呢 现在看起来 严观恒的声量有起来 但是呢 他的正声量不高 反而是负声量比较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总觉得不合理嘛 你是把我们当八十七吗 因为这跟我们一般的这个 我们我们大家都成长过 我们大家都都是都赚过钱 赚钱都很辛苦的 为什么他们家赚钱 可以这样 这跟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经验 不符合 所以我们是用一种非常羡慕 而且非常谦卑请教的精神 来问严家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合理的 今天严家不要动怒 今天严家应该要光明正大的 就告诉我们你是怎么致富的吗 你是怎么赚钱的吗 好歹不要说教教我们 你也把我们乒乓一下 至少我们知道说 哎呀看看这个严家的 这个如何致富传奇 我们就当相演义士 我们看看就当看看追剧 追韩剧也好 追民事的这个戏剧也好 我们就算是增长人生见闻 好歹以后也说说 台湾以前有个这样有钱人 他是怎么致富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你必须要去面对检讨 你不能逃避 所以你现在用什么样 欧梁赛党的手法 甚至于说你要去告人 不管是告这个叩解也好 或者是告其他人也好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办法 摆脱大家对于你的好奇 因为潘朵拉的盒子 已经被打开了 如果不是你们起心动念 去罢免陈柏维 当时把陈柏维 讲得好像杀人越货 放火的这个强盗一样 今天不会大家这么关心你的财产 用几乎几乎 或者是说差别 但是我们总是好奇 用同样的标准 包括说是不是在地 你这个也是 搬石头来砸自己脚 还把自己脚砸烂 你如果不要去挑这个 林静怡是不是在地的事 什么空降的事的话 今天我想也不会有人 在意说你是不是住在七旗 这件事就是因为你们每一次都去讲 这个林静怡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回火 这个回力标打到自己 这个回力标 你如果自己有本事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被打倒 可是呢 这个回力标偏偏就戳中你脑门 戳中你心窝 还戳中你的命脉 这是严家现在最大的招门 没有错 严家真的应该要好好正面来回应大家 确实刚才讲到 如果这个严宽恒 像这个报导所写的 力标归会 就可以在七旗买豪宅 真的是让大家很贤心 所以林静怡就讲到 问到这个房产的话 没有啦 他对产房是比较熟 要讲房地产是比较熟的 对去严宽恒真的比较厉害 我们看到立法委员王定宇 整理出来的这一篇贴文 他说你看看上面这五张 通通都是严家 就是严宽恒跟他太太 这个房地产申报 林林总总加起来 要写午夜才写得完 到底这个严家 为什么可以这样理财有道 刚才这个玉惠姐 有cue这个原机议员要来补充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听听议员的看法